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造成不好的后果 那么有什么祸根是违背天意了呢? 又为什么会折瘦? 一不要强求一切 生活中有许多事情 我们不能勉强 只能静待顺其自然 人生道路上会遇见诸多人和事 其中一些是注定的缘分 而其他只是短暂经过的路人 我们无法强迫某人 永远在身边陪伴 也不能预期一段感情永恒长存 这都是由缘分决定的 幸福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 只有自己的成长和完善 才能与他相遇 举个例子 单相思是很多人在感情中经历的一种痛苦 当一个人深深地爱上另一个人 却得不到其回应时 如果继续表达爱意 不仅得不到回应 还可能让对方感到烦扰 我们要明白 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你无法强迫一个人 对你产生爱意 如果你过于强烈表达自己的情感 只会让双方都感到尴尬 最佳的应对办法 是学会接受事实 并释放那些没有拮据的情感 如果一段感情是相互喜欢的 就不需要刻意去维持它 它会自然而然地持久下去 感情最怕的是强迫 就像一把水 你握得越紧 它流失的就越迅速 经营和呵护最好的方法 就是顺其自然地进行 例如在职业生涯中 有很多人为了实现职业目标 而奋斗多年 却未能取得任何成果 然而 有一些人 却能够不经意地 获得丰盛的成果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应该学会保持开放的心态 虽然你的事业 可能不如他人 但家庭的幸福 却可能超过它 自然而然 万物皆有最佳安排 在生活中 有很多事情 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需要掌控它们 我们不需要 为哪些无法改变的事情 而感到沮丧 我们可以更加自在地生活 只需改变自己的态度 学会看待事物的另一面 由于一次投资失败 小赵不仅失去了他的积蓄 还欠下了高利贷 他每天都面带愁容 生活受到巨大的压力 然而 金钱的损失可以慢慢挽回 但健康和时间却是无法再找回的 我们生活在此时此刻 抓住当下就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状态 小赵的朋友 接下来建议他不要自我放弃 应该要树立自信心 坚信只要自己努力 必能够弥补经济损失 我们也需要学会放松心情 珍惜每一天的生命 听从朋友的建议 小赵获得了新的力量 开始积极地寻找工作 赚取收入 以偿还债务 他还学会了在生活中寻找乐趣 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态 如果我们能学会积极地面对生活 那么我们就能更从容地 更愉快地过活 二 狂妄自大 最终会招来灾祸 在东汉末年 曹操成为了当事当权者 他聚集了许多的谋事 其中就包括了杨修 杨修是来自贵族家庭的一员 并且他也取得了一定的学业成就 他因此 胆道非常自豪和傲慢 常常自作聪明地猜测曹操的想法 一开始 曹操对杨修的背景感到忌惮 他不想把他置于死地 只是多次警告他 不要过于依赖 才能而放肆 然而 杨修十分自信 完全没有将曹操的警告放在心上 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当杨修在率领军队征讨张卜的途中 他当中说了一些贬低曹操决策动机的言词 对于这件事 曹操终于感到愤怒 立即下令将杨修处以斩首之行 在面与处决之前 杨修深切地意识到 自己这个境地是由于他的傲慢和自大所导致的 心里不免感到十分悔恨和惋惜 嘉许是一位谋臣 相对于杨修而言 他在归顺曹操之后一直保持低调 嘉许对别人的言行从不多加干涉 也不常与他人交往 一天 嘉许的儿子问他 为什么他的官职虽然很高 却一直过着低调的生活 嘉许深思熟虑地表示 作为一名谋臣 只需恪守职责 不辜负君主的恩典即可 这样做既能回报曹操对我们的恩情 又能保护我们全家的生命 贾许终其一生都非常小心谨慎 最终安详晚年 其后代也没有遭受太大的影响 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汉朝早期一位享有圣域的名将韩锦 也因为过于自负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曾经有一次 韩锦在刘邦的宴席上公开表态 不仅自命不凡地宣称 刘邦只能同领十万士兵 韩锦甚至认为 刘邦的其他猛将都不知一提 连刘邦的妹夫 凡快都不足以与他相提并论 这引起了刘邦和他的亲戚们的愤怒 最终 在吕厚和萧和的策划下 韩锦被迫自杀身亡 从上面可以看出 狂妄自大 而不接受规范约束的人 很容易因为错误的判断 而招惹别人 最终结果是 自己也受到反弹 要成为一个处事谦虚谨慎的人 才能以良好的结果 而留下美好的故事给后人 就像艳雨所说 是永不可进 服永不可想进 在世界上 有一个客观的规律 就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展现自己的优势 也不能太贪婪地追求享受 那些真正经历丰富的人 在融入更广阔的世界之后 会更加谦虚和低调地生活着 那些获得更多福报的人 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命运 不敢妄自菲薄 那些具备广泊胸怀和沉着稳重品性的人 无论环境发生何种变化 都能保持淡定从容 稳健地应对人生挑战 因此 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应该积极降低自己的姿态 通过自我控制和反思自己的行为 逐步提高自己的水平 三 轻易拿起 却舍不得放下 人生需要规划 在想要拿起什么的时候 首先应该思考 这个东西你能否驾驭 在面对事业和感情的时候 皆是如此 拿起了一个东西 代表你要负责任 更是代表了 你会在这件事和这个人身上 投入比较大的精力 在不思考之前就轻易拿起 这不仅仅是对你自己的不负责任 更是对对方的不负责任 轻易拿起的感情 在谈恋爱的途中 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轻易结婚 在婚姻中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更是容易多到数不胜数 不轻易拿起 也就不会放不下 在你想要拿起什么的时候 先思考 再决定要不要拿紧的一个东西 如何放下 放不下始终贯穿了很多人的生命 放不下自己的家人 放不下自己的事业 放不下别人 更放不下他们的感情 很多人之所以总是愁眉苦脸 就是因为他们放不下 所以才会觉得不开心 有些人觉得 这种不开心只是暂时的 等时间一长 就自然而然会烟消云散 事实却并非如此 你能为了一件事放不下 那么你就会为了很多事情放不下 一直这样斤斤计较 也难免会一直欲欲寡欢 如何放下 切记一句话 不要把精力放在你会后悔的事上 放不下 无疑是在你以后的人生中 最容易让你后悔的事之一 想要放下 首先要病除杂念 不要想得太多 放不下这件事 追根究底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想得太多 所以才会觉得 一切都很难过 很多人自以为是的困境 其实是他自己的内心所造成的 如果不是认为他自己在困境之中 也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想要放下 首先你的心得收获平静 让你的心态保持在一种稳定的状态下 别想过去 也别展望未来 踏踏实实做好你自己现在手头的工作 以情感方面为例 我们需学会舍弃牵绊我们的情感和记忆 当我们遭遇困境或感到沮丧时 我们可以寻找新的兴趣爱好 来弥补这些空缺 我们还需明白 未来会带来哪些可能性 并相应调整心态 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在生活中 我们可能会遭遇各种困境 例如失业 受伤 以及家庭破裂等 这些问题在生活中经常出现 但若我们学会如何应对 就能成为更强大的个体 对于那些陷入困境中的人来说 重要的是要学会理解和接受自己所处的状况 接着我们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渐渐摆脱了困扰 举例来说 当一个人从社会地位显赫的位置跌落时 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和消极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 心态变得尤为关键 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会团结信仰 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在面对感情的挫折时 聪明的人会尽量避免让自己被过去所束缚住 而是努力走出痛苦 重新迎接爱情的到来 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并不容易 这需要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不断地吸收经验教训 才能最终达到理想的状态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迎接幸福 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美好体验 在面对命运的不确定性时 我们应该保持内心的坚强 并学会接受和放下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始终保持初心 成为一个出色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让我们着迷的事情 如美食 游戏 或其他娱乐活动 这些因素可能会降低我们的自我控制能力 导致我们出现过度放纵的行为 但是 如果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 我们需要学会控制自己 不让这些诱惑轻易地击败我们 我们应该认识到 放纵虽然能带来短暂的快感 但同时 也可能产生长期的痛苦和不利的后果 沉迷于自己的欲望 是最大的不幸 会导致自己走向悲剧 一旦我们陷入放任自流的状态 便很难摆脱 所以 我们需要明确我们的价值观 了解我们想要什么 不想要什么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抵御来自外界的各种诱惑 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尽可能地投入于实现个人目标和梦想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不断地进步和发展 适度地放松 可以让工作和休息结合 但是过度的放松会削弱我们的福报和运势 只有保持自律 才能实现持久的成功 如果想要避免过度放松自己 就必须有效地进行时间管理和能量管理 只有坚持这个原则 我们才能实现持久的幸福和成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